其實最簡單的目前應該算SS 因為它是圖形化介面 而且非常的基本 所以資料庫裡面如果你要學習的話 你可以先從SS開始吧 如果說學到哪種程度呢 其實也不用學太多啦 因為目前SS最多的就是放資料會比較多 那頂多是查詢 所以如果你要多學一點 我建議各位 因為我這邊有貼一個叫補充資料庫相關知識 那這個是從那個國家考試有個以及證照裡面所揭露出來 因為它這個考試裡面講的就是利用什麼 SS去做什麼呢 做一些資料的處理 等到把資料篩選出來之後 再放到Excel 再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這個我想就跟我們一般實際上工作上面 會面臨到的問題其實還蠻像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有 就是還蠻值得補充的 那這裡的話 我建議就是你沒事的話 可以把它當成是資料庫相關素養的一個 我想就是一個補充吧 因為如果你對資料庫 資料庫知道的比較少的同學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實就是講有點類似像這樣啦 這個東西如果你有玩過SS應該不陌生 反正就是我今天要找某個資料 然後我就把好幾個table放進來 然後他就把我的資料 裡面還可以下一些條件 比如他年齡 比如說我現在找一個內部有一個研發經理 這個研發經理我希望他是在30歲到40歲之間 而且在公司的年資要三年以上 而且是要在研發單位 研發單位帶過 那其實就是下一個條件吧對不對 那下完條件之後 當然你就會產生一個結果 那就直接可以把它放到isail來用 OK 如果這個部分的應用 假設你不太熟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多多了解 因為一般工作上只要大量的資料 通常還是會放在資料庫裡面處理 那資料庫裡面有個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查詢 也就是說可以幫你篩選出來 你要的東西 他有點像是isail裡面的樞紐分析 不過樞紐分析有它的瓶頸 有它的限制 它不像說SS它這麼的快速 主要如果只是針對資料來看的話 當然SS有它的強的地方 另外它可以跨好幾個什麼呢 跨好幾個那個資料表去做查詢 那如果你對這部分不熟悉 我建議啦 你就是可以多了解一下 那因為這個東西對應到的 就是一個國家考試的 以及軟體應用的那個證照 那當然你要不要考試 那當然自己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大家有取得 條件會更好 OK 那相關的東西我會補充在這裡 另外的話呢 影片 其實大家比較喜歡看影片 沒事的話你把影片看過一下 雖然有點枯燥 但是至少讓你增加你資料庫相關的數量 好像還有一些講義裡面也有了 我發現我可以可能各位找一下 那個檔案需要的東西 我有把它放在一個一個地方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剛剛的東西 如果我希望能夠在這邊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按鈕 可能我們階段性的好了 可能我們階段性的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 當然這個按鈕一樣 長一樣 所以把它按Ctrl鍵 然後複製一下 裡面的這個名稱 這個叫B1 這個叫B2 這個叫什麼 就叫B3好了 假設我今天多一個按鈕 B3 OK 這個B3按鈕 它的就是一個叫新增好了 我們階段性 我講過了 我們不要那麼急著說 一下子就要新增全部 我們是新增 新增就新增最下面那一筆 到SS去 如果成功的話 再來等一下就是什麼 再拉一個 叫做新增什麼 新增全部 也許就是全部 再把那個全部的資料 再全部新增到那個SS 那這邊自己再補一個 這個叫B4 OK 那就是說我等一下會有這個 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它幫我把那個 最下面那一筆資料 幫我寫到SS裡面去 OK 所以應該了解這個邏輯吧 好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那可是我現在SS還沒產生啊 那我要怎麼樣用一個方式 用什麼方式 最快產生SS 首先的話 我建議各位這樣子 請你把這個資料 先Ctrl C一下 因為吼 等一下會有的嗎 因為我等一下用匯入到SS裡面會比較快 可是問題是這邊A欄是空白 D列是空白 所以我希望在這邊怎麼樣 把它乾脆貼到A1好了 就是放在這邊 匯入比較不用這邊三 空白欄跟空白列 那這邊的話 我名稱也許叫再換一個名稱吧 改不改都沒關係啦 比如說我這個是否資料庫的 也許這邊我就把它複製貼上過來 這個是給資料庫用的 OK 再來把這個檔案 確定一下你放哪裡 我把它放桌面上好了 乾脆直接放桌面上比較好找 OK 這邊他說 這邊按FOR 不要按4 記得這邊把它存成什麼 啟用聚集活躍部 這邊就按儲存 那把這個檔案呢 第一個 先產生一個資料庫 然後呢 我把它貼到 等於是說沒有空白欄跟空白列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 這邊 各位找到程式裡面呢 在那個 Office裡面會有一個SS 那我們就是怎麼樣 產生一個SS 這個SS裡面的話 第一個你打開之後一定會有空白資料庫 那名稱的話呢 我們叫什麼 也許叫 乾脆叫問題01好了 就是跟我們這個 這個資料 這個這個範例 一樣的名稱好了 叫問題01好了 OK 然後呢 放哪裡呢 放 找一下 記得喔 也把它放桌面上 乾脆放一起好了 這樣的話比較好找 按建立 按確定 最後的話呢 按一個建立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產生一個空白的資料庫 裡面什麼都沒有 那我再來用什麼 外部資料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 Excel 變成SS的話 最簡單的 方式啦 接近 其實這也是很多人想要知道 很多人還要在那邊設定 建立一個空白的資料表 然後再把它 複製貼上 不用啦 你就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直接怎麼樣 先建立一個空白 完全空白的資料庫 再到什麼呢 外部資料裡面 找到Excel 你就去 找到那個剛剛的Excel檔案 他就可以直接自動幫你匯進來 瀏覽一下 有沒有 找到桌面上嘛對不對 再來就是找到這個 問題01 剛剛我 就定存 我把它放在桌面上比較好找 但如果你在隨身點就去隨身點找就對了 OK好特別注意喔 建一個新的那個資料庫之後 利用這邊 來賄賂 進來 這樣就OK了 其他當然 以後 同理可證 以後如果說你有什麼文字檔 你要賄賂的話 可以啦 或者是什麼 XML檔 也可以啦 甚至像 其他 比較常用的 像CSV 應該也可以用這個方 CSV 也可以直接匯入 或者是這邊有叫ODBC 有沒有 其實ODBC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是SQL Server Oracle 或者其他的那種資料庫的話 你可以在ODBC裡面設定好 什麼帳號密碼 然後再選他 找到那個ODBC 你設定好的那個連線 也可以從別的資料庫 匯入到 SS裡面 沒有問題 OK這邊的話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檔案是在Excel 所以你就直接選Excel 按開啟 開啟之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給我們選項 請問一下 你的資料是放在哪一個工作表 或範圍 有沒有 那因為我剛剛是額外新增一個工作表 叫做資料庫 所以我就選他 記得不要選錯了 因為如果你選第一個的話 比較麻煩就還有空白欄 跟空白列欄 當然你可以把它刪掉啦 只是我覺得有點麻煩要再選 再刪 乾脆講 直接選這個 按下一步 好 那他問你說 第一列 是不是藍名 沒錯 所以 以後的話 你那個 如果用匯入 你確定一下 你那個第一列 有沒有給他藍名 如果有藍名 這個 我覺得方便一點 你可以不用重新再輸入這些欄 欄位的名稱 直接從 以色列裡面匯入就好了 按下一步 然後 這些 要不要改 其實如果不改的話 通通 就OK 其實一般 這個大概用文字 沒有問題 這個的話 如果說 特別注意 如果你這邊沒有小數點的話 一般會把它改成什麼 如果沒有小數點 會用長整數 如果有小數點 就用雙精準數 OK 特別注意 這個差異性就是在那個什麼 在就是 有沒有小數點 所以如果像身高 你確定 不要有小數點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它改成長整數 那你會想說老師那為什麼不用整數 為什麼要長整數 這很簡單 整數的話 他最大可以到 我印象中是100 多萬 如果2003只能到 3萬多 超過 就放不下了 OK 那你 長整數就沒有這個問題 長整數可以到 10幾億的樣子 可能新版到幾兆都可能 那基本上應該不會超過 那你會想說 那這個 那為什麼 所以 就乾脆放比較大 為什麼缺點 就是可能會多浪費個一點點的空間 大概是幾幾K吧 或者幾個byte 幾K跟幾個 沒有什麼關係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硬碟大到已經是幾GB的空間 另外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有小數點 請你用雙精準數 那你會想說老師 那為什麼你不用單精準數 到底一樣 反正 沒有放不下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那個數字非常非常大的話 那建議 可能會比較大的話 當然你用雙精準數 會比較保險一些些 OK 其他的話 如果是文字 那就文字 OK 這邊的話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 要不要主所以 不要主所以 因為資料不多 我們不要主所以 不然的話 這個主所以他自動會幫我 增加一個編號 如果你需要一個編號 自動產生一個編號的話 那你就幫他 加一個主所以 按下一步 好 那最後的話 匯入進來之後 他就會幫我把那個名稱 叫做資料庫 那名稱好像叫這個好有點怪 不太好 我換一個名稱好了 叫 也叫問題01好了 反正就是 一樣的名稱 問題01 OK 在 問題01的資料庫 裡面有一個 問題01的資料表 好 按完成 那這個時候的話 把它關閉起來 你會發現 這邊就有個問題01的資料表 打開來看一下 這個資料 基本上呢 就是會跟什麼 剛剛我們在 這個 sale裡面看到的資料 會是一模一樣的 他就會幫我把 這一個工作表 的這一個 範圍呢 幫我匯入到這邊來 OK 匯入筆了對不對 那 假如說我將來 我希望呢 在這邊 產生一筆新的 那這個新的是從哪邊來呢 就是 剛剛不是我們填一筆 對不對 那填完之後 我是放在 可是我今天 我要練習 新增一筆 也順便幫我新增一筆到ss 如果可以的話 後面就沒有問題 全部再新增過來 就不會問題 怎麼做溝通 OK 這個是第1個 未來當然還有 衍生性的問題說 這個ss 資料庫 現在是放在桌面上 可是以後如果要共用的話 恐怕你要 考慮到一點 就是說 可能這個檔案 將來會放在網方裡面 可能內部網路有沒有 大家可以網方上面共享 才有辦法去 把Excel的資料 寫到ss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從網方去存取這個資料庫 這個我想等一下也會跟各位 做個說明好了 請各位呢 先試試看 把這個 問題01的資料庫 建一個問題01的資料表 那等一下我們再練習 怎麼樣 再把那個 一筆資料 幫我們寫過來 OK 這裡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們 我們